- 嗨,歡迎收聽《未說人話》,我是Isaac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在別人的地盤 然後你們不會看到小芬 因為這個別人的地盤他們沒有WiFi、沒有網路 所以小芬人在古境 所以也沒有辦法把他拉進來 雖然你是有一點點刻意啦,不讓他進來 因為... - 人太多人太多 對,太多人,而且我們三個人都很吵的那種 所以如果再讓小芬進來的話 今天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今天我來到的這個人家的地盤 就是沒人在乎的地盤,歡迎他們 - 嗨,我是詩妮,他是劍虹 - 是,然後還有一位沒人在乎的成員 - 他現在在... - 他是阿威歐 - 阿威歐,對 - 他是化外音女神 - 喔呀 - 說到這個化外音呢 其實我還蠻常在網路上面攻擊她的 沒有啦,就是弄你啦,弄你一下而已啦 開個玩笑啦,不要介意啦 - 你今天是來大和解是不是 - 我問你是不是要去另外一個頻道和解 - 你說B什麼的嗎 - 那可能詩妮比較需要過去和解嗎 - 我常常去啊,我跟他們沒有biff吧 - 那就是劍虹囉 - 對,就是那天我就在YouTube上面 - 就演算法非常神奇的 - 就推了劍虹以前就是說BBK - 抄襲她的那個影片 - 我就好好的再複習了一下 - 很精彩耶 - 很Hotcore裡面的內容 - 對,而且那個流量很高 - 為什麼你後來的流量都沒有這麼高 - 怎麼回事 - 因為這個有賴BBK的提鞋的部分 - 我不建議跟他做一些合作 - 我真的覺得他應該要找你合作耶 - 是啊,他少了我內容就差了很多 - 就是因為我們三個都是流台文青嘛 - 就是所謂的流台文青 - 流台文青 - 所以我記得如果是在台灣的話 - 就是自媒體圈 - 如果是這樣子的爭議 - 大家就會找彼此坐下來 - 要嘛就是對罵,罵得很兇 - 要嘛就是坐下來 - 然後大家好好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- 是 - 但馬來西亞的狀況就有一點像是 - 就不了老知 - 好啦,你們不要再這樣 - 人家有錄視頻道歉的 -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 - 我在想我可以提供更好的觀點 - 然後他整天在那邊做什麼不同溫層 - 不是就是一個很好隱外我的機會嗎 - 但是他沒有啊,感覺就是 - 有點考量 - 我沒一直考量 - 不知道下一次他們會不會再新聞 - 你們再這樣講下去 - 連我都沒有機會去囉 - 其實如果就是提到BBK的話 - 我想就直接把問題跳到那邊去好了 - 就是你們為什麼要一直做這個BBK的reaction - 你們是眼紅人家是不是 - 羨慕嫉妒恨是嗎 - 你是不是也羨慕嫉妒恨 - 我其實有一點 - 沒有啊 - 沒有啊,這個我覺得我要先來回答 - 因為用你們這個詞可能不太恰當 -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 - 雖然我們還是同樣的人 - 但他並不是沒人在乎的project - 但你不是一個團隊啊 - 對,但他不是沒人在乎project - 他是在無安的我下面的project - 他是認真的見紅的project - 然後我是每一次都是受他的邀約 - 過去聊天的人 - 是 -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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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Branding要做得清楚一點啦 - 不然我總是覺得說 - 只要有你出現或有你出現 - 一定是沒人在乎 - 就是沒人在乎 - 當然意思就是說沒人在乎 - 其實這個branding是做得非常好耶 - 現在大家印象很深刻 - 反而你那個認真的見紅 - 沒有,我就是想要堅持做一些 - 沒有人看得好沒有 - 我反而有在輔導別人去做一些 - 怎樣去做有流量的那種 - 而且是有比較好一點 - 但是我就是不願意走那一步 - OK OK OK,好 - 反而就是很精英嘛對不對 - 是 - 好了,是不是真的是眼紅啦 - 還是怎麼樣 - 沒有,我只是覺得 - 我以前是一個老師 - OK - 所以我就很有一種 - 想要去教育他人的衝動 - 那有時候我看到一些什麼 - 可能他可能是 - 不是說真的是假消息 - 他可能是有稍微有一些誤解 - 那我想要澄清 - 或是我覺得大家可以想得 - 更透徹一點的地方 - 我就有很想 - 我就會有一個很強的表達欲 - 所以更多是因為這種的 - 自我的特質啦 - OK - 結果他也不是完全是BBK - BBK不是 -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個人的恩怨 - 而是當你今天要討論一些網路現象 - 就好像你不可能會 - 避開中國報 - OK - 那特別是你在做自媒體的情況之下 - 你也不可能會避開BBK - 因為真的太大了 - 對,他真的太大了 - 他就是一個標竿 - 年輕人都在討論他啊 - 那你為什麼去上了一家節目之後 - 然後又在那邊 - 又講五四三 - 然後在那邊有很多意見 - 為什麼你在現場不講 - 然後一定要回來自己開節目 - 然後才在那邊講 - 其實我在現場有講 - 但是被剪掉了 - 就好像柏恩的事情 - 其實我在現場有講 - 就是柏恩就是 - OK - 我們討論柏恩收了 - 就是韓國瑜跟蔡英文的錢的那一部分 - 其實我在現場有講啊 - 就是你有沒有揭露的這個東西 - 我在現場其實有提及 - 但是後來就被剪掉了嘛 - 所以 當然啦 - 這種時候我就要推切責任給劍虹 - 就每次這樣我想做 - 他就會特地把我拉過去聊天 - 當然你會發現說 - 我們也只討論 - 我剛好有去上節目的那一集啦 - OK - 我們也不可能每一集去做reaction - 也不是特別的蹭流量 - 而是覺得說 - 那一集好像我們還有一些話沒有講完 - 那我們是不是 - 畢竟我是代表沒人在乎去的嘛 - 沒人在乎有些觀點還沒有表達完 - 還沒有表述完的話 - 那在劍虹的頻道 - 我們就可以把它比較完整的呈現出來 - 你會很在乎說 - 如果他以後都不再找你嗎 - 還是你比較不在乎 - 我會覺得說 - 我希望他有意識到說 - 就是作為一個馬來西亞YouTube品牌的龍頭 - 就是知識性頻道的龍頭的話 - 可以多多提携一下我們這種 - 還在起步中 - 還在babystep的 - 就是podcast的 - 或者是YouTube頻道 - 所以可以盡量的邀請我們去 - 那當然還如果覺得 - 我這樣是在蹭談流量的話 - 不了不起我去啊 - 我也是覺得 - OK fine whatever - 所以你跟健鴻是一對情侶嗎 - 雖然我知道健鴻已經結婚了 - 但是因為有人叫我代問 - 是小芬嗎 - 是小芬嗎 - 沒有 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 - 我也在想說 - 咦 這兩個人走得很近欸 - 然後 - 而且看起來很像 - 也狼才女貌的啊 - 謝謝 謝謝 -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說我狼才 - 那要換你了 - 換換你了 - 吐不出來 - 沒有 因為 - 因為我常常 - 就大家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- OK - 我通常都會用一句話回答 - 就是不管是魂外情 - 還是就是出軌都可以 - 但是侮辱我不行 - 哇 侮辱我 - 哇 - 真的 - 沒有關係正鴻 - 你還有同志市場 - 我知道 - 我從小到大 - 我都一直很受同志歡迎 - 對啊 - 那你有想說要多元試一試嗎 - 其實在我遇到我太太之前 - 我也是覺得 - 開放式關係很不錯 - 沒有 等一下 - 開放式關係是說你跟多個女生 - 還是說你跟多個男女 - 多個男女啊 - 只不過一直我都是母胎solo啦 - 然後我也沒有很強的欲望 - 要去跟任何一個人交流 - 她的太太其實是她的初戀 - 對 - 就是 - 我很常跟劍虹講一句話 - 就是如果你沒有你太太 -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麼辦 - 如果沒有我太太的話 - 應該就找不到任何一個伴侶 - 你還可以跟男生在一起啦 - 對啊不會找不到啦 - 但是其實你看到男生裸體 - 你會有什麼想法嗎 - 完全不會有 - 不會有啊 - 可是我還蠻愛看精壯的身體的 - 就不管男女 - 我很喜歡看Muscular的 - 還是有機會 - 還是有機會 - 我後來發現我們應該在台大的時候有重疊 - 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- 那台大校園很大啊 - 對 - 我們是認識了之後我們才發現說 - 我們好像有一種學長學妹的關係 - 但是在這之前我會關注到劍虹 - 當然就是感謝BBK - 就是BBK的那個潮起事件 - 讓我第一次開始看劍虹的頻道嘛 - 然後那個時候就開始關注這個人 - 然後劍虹回來了之後 - 她主動的text了我 - 她就說 - 因為她應該也是有留意到我馬行社的事情 - 她就主動text我說 - 她現在回來正在創業啊 - 我正在做一些自媒體頻道的東西 -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 - 大家可以出來聊聊認識一下這樣子 - 所以她 - 我是這樣認識劍虹的 - 然後劍虹呢 - 後續就帶了我們的花腕影女士來跟我見面 - 所以你看我們的團隊這麼有默契喔 - 其實我們認真順情的應該是 - 認識不到八年 - 其實這個就是因為彼此不認識 - 所以才走在一起啊 - 然後就會因為彼此太過了解 - 最後分開啊 - 比如說這頻道經營兩三年之後 - 大家是太認識了 - 開玩笑的啦 - 開玩笑的 - 我沒有無意在這邊要詛咒你們 - 因為坦白說我真的覺得說 - 這個是馬來西亞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一個團隊啦 - 然後我其實我也是聽你們的節目之後 - 我就丟丟啊 - 我就真的是非常喜歡 - 然後我 - 我覺得你們在做一件還蠻有意義的事情 - 所以我今天可能也要就是幫大家來問一下 - 就是為什麼當初會起心動念要做 - 沒人在乎這個Podcast - 我覺得你先講好了 - 因為其實為什麼不放在 - 就是比如說認真的見紅的頻道就好了 - 為什麼你們要多弄一個branding出來 - 因為要建立一個branding - 真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- 因為我其實 - 其實我們到現在還在討論這沒人在乎的定位 - 就它到底要應該是一個公民組織 - 還是是一個自媒體 - 還是一個就有兩個department的 - 就是multitasking的事情 - 但是我覺得你們現在不是 - 兩方面都已經慢慢的都有在建立嗎 - 對啊 對啊 - 但是你看我們沒人在乎說 - 我們的branding做得很好 - 主要是因為我們出現在螢幕上面的人類不多 - 對 - 就是我們出現在螢幕上的面孔 - 就很像說人話 - 它其實就只有你跟小粉 - 是 - 所以你會發現當這個團隊很小 - 然後它又要兼顧兩種定位的時候 - 其實很困難 - 其實非常非常困難 - 因為像我其實一直都主張 - 我們要走進校園去做演講 - 或者是辦一些實體活動 - 因為這樣子的awareness - 還會有接觸到其他陌生群體的空間 - 不然它就會是一個在網路上的bubbles而已 - 可是它就需要更多的資源 - 或者時間去投入 - 所以也因為我一直以來 - 我對沒人在乎的想像 - 都有稍微的這樣一個公民組織的調性在 - 所以我才會一開始就把它跟認真的建宏分開 - 好啦可能 - 因為我相信很多的聽眾或是觀眾 - 可能第一次見到你們 - 所以你們就認真的講一下說 - 其實沒人在乎這個是媒體的媒 - 所以你們其實是要透過這個節目 - 去跟大家講你們在乎的什麼事情 - 其實這個我先講一下沒人在乎 - 為什麼我們要做沒人在乎這件事情 - 因為為什麼我們會做這件事情呢 - 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- 但是是一個很好笑的過程 - 就是有一天就是這位從台灣回來的這位先生 - 劉台文青 - 對這位劉台文青他就想說 - 因為他要搞那個什麼創作者協會嘛 - 他就要想把大家媒體人都聚集起來 - 吃個火鍋喝個酒啊 - 然後大家可以聊聊一下 - 未來大家怎麼樣合作协作的去發展這個媒體環境 - 因為我覺得媒體是一個很妙的事情 - 就我們一直都在關注別人的課題嘛 - 我們關注- 勞工議題 - 勞工議題 - 我們關注環境課題 - 我們關注很多的課題 - 包括說別人的勞權問題 - 合約醫生啦 - Grab司機啦 - Food Deliverment啦 - 我們都關注他們的議題 - 但媒體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- 但我們很少把這個東西 - 再回歸到自己身上說 - 媒體到底本身有什麼問題 - 所以我們發現 - 我們好像需要一個這樣子的團體 - 去做相關的內容 - 所以沒人在乎就這樣出現了 - 一定是心中激壓了很多的話 - 想說憤怒啦 - 憤怒啦 - 也有恨 - OK - 對於這個大環境的不滿 - 然後你們也想要去做出一些改變 - 所以才會喝酒嘛 - 借酒交仇 - 後來發現說 - 就是借酒交仇也不是辦法 - 一定要do something這樣子是嗎 - 對 - 因為我們覺得說 - 與其大家一直有在抱怨這件事情 - 那我們就 - 何不我們出來做這件事情 - 那所以當下大家第二天早上酒醒之後 - 就發現 - 我昨天答應了這件事 - 就是已經 - 也必須要推動下去 - 當然我覺得他走到今天 - 對我來說 - 我是不會讓美人在乎死掉的啦 - 因為我覺得 - 美人在乎現在 - 美人在乎跟我跟健鴻 - 還有RBU的形象綁得很死嘛 - OK - 那他其實也一方面 - 美人在乎也一直在追馬行社的事件 - 對我來講 - 我們在做媒體抗診的時候 - 很常會被 - 詬病的一件事情 - 就是說 - 只要當權者不回應 - 你只要 - 慢慢的大家就會淡忘了這件事情 - 然後慢慢的就是 - 慢慢的就是這個革命 - 或者是這種所謂的訴求 - 就會消亡 - 但是美人在乎就是要讓大家看到 - 一種不同的可能性 - 抗診怎麼樣持續的做下去 - 這樣子 - 這樣子 - 所以對我來講 - 美人在乎現在有很重大的意義 - OK - 對我也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- 很多時候現在 - 大家現在認識我們 - 會覺得我們只是在做自媒體 - YouTube 或者是podcast而已 - 可是在我們剛剛成立的時候 - 我們是更加像是一個NGO - 我們那時候辦了很多實體活動 - 演講 - 還是說座談會 - 邀請很多人來討論媒體的各種可能性 - 那個座談會的記錄應該還留在我們的YouTube上 -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- 因為我們請了不同光虎的嘛 - 就有馬華 有行動黨 - 然後有PSM - 然後還有民政黨的代表 - 我們一起來談馬來西亞 - 就是政黨 - 政黨怎麼樣 - 或者是說執政者怎麼樣去改革媒體這件事情 - 然後我們甚至還有一些聯署的活動這樣子 - 所以到後續說 - 我們怎麼樣讓它持續經營下去的方式 - 我們後來是選擇了用錄podcast的方式 - OK - 就是大選結束之後改用錄podcast - 我覺得你們非常厲害的就是你們的podcast - 就是很快的時間之內在YouTube上面成長很快 - 然後你們的subscribe一下子就是超越了未說人話 - 還有一些小的頻道 - 然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你們的每一集的收看 - 我看成長的人數也是非常的快 - 所以就是讓我跟小芬非常有危機感 - 我們就想說 - 幹 我們一定要去找一個像樣的地方來錄影 - 我覺得很好 - 這個就是你知道嗎 - 大家一起成長互相的鞭策這樣子 - 但是我想問你啊 - 就是說 - 為什麼一直要緊咬張念群啊 - 對 很多人在想說你們是 - 沒有其他人可以罵了嗎 - 法米也可以偶爾罵一下 - 為什麼就是一直罵一直罵張念群 - OK好 - Why - 首先我沒有只罵張念群 - 我是當權者我都罵嘛 - 像一開始我鎖定的對象就是Russ- 阿滴吧 - 等一下 - 罵跟監督這兩個詞 - 你覺得你比較想選擇哪一個 - 我覺得我只是監督啦 - 但很多人覺得你在罵 - 如果你覺得我口氣不好 - 我就是講I'm so sorry - OK - 但是我會覺得說 - 你要我在這件事情上完全沒有情緒是不可能的嘛 - 因為我就是最直接的那個受害者 - 那為什麼是張念群呢 - 因為我覺得 - 我有一點 - 怎麼說呢 - 就是在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- 很多人會覺得說 - 你就是像好像今天有一些留言 - 他會講說 - 你就是只敢在團結政府的時候 - 你才指著張念群來罵 - 那以前你又不罵 - 對啊 為什麼千少政府你不罵 - 你是沒有看過我媽咋一滴是不是 - 對 你確實有罵 - 但是我覺得 - 是不是因為現在團結政府他們本來就是承諾 - 他們也是號稱說他們是比較民主 - 比較開放 - 比較改革派的 - 所以當他們沒有做到他們的承諾的時候 - 反而會讓你覺得更 - 我會讓你更生氣 - 而且 - 以前的人我們都知道是爛的嘛 - 對不對 - 而且張念群其實在上台後不久 - 他也有在媒體上多次表態 - 他要解決馬新社這件事情 - 但他既然拿了這個credit - 那他就要被 - 因為這件事 - 那他就要做到 - 我覺得我可以直接說 - 就是在馬新社事件爆發了之後 - 那個時候張念群他本身 - 還是在野黨的情況下 - 他就有私下聯絡我說 - 你需不需要一些協助跟幫忙 - 這樣子 - 那他上台了之後 - 我印象很深刻 - 他就是新聞宣布 - 他是通訓部的副部長的時候 - 我馬上就tack他 - 我說YB很恭喜你成為了這個通訓部的副部長 - 那馬新社事件 - 是不是可以有勞你聽聽看 - 發生了什麼事 - 然後去處理這樣子 - 那為什麼 - 我最近對他的火力很大的一個原因 - 是因為 - 我真的不能夠接受他去馬新社 - 報新聞這件事情 - 兩次 - 我真的不能 - 沒有啦他第一次是去接受訪問 - 你覺得這個太行事主義了 - 然後好像還有很多事情沒有處理好 - 對 而且你一直避重就行 - 因為他第一次接受訪問的時候 - 我就很生氣 - 因為他說馬新社在經歷了種種風波之後 - 然後我們就有人手短缺的問題 - 那甚至導致我們到- 種種風波啊 - 風波本人在此啊 - 但是他怕把它扁平化成種種風波 - 那風波到底是什麼 - 然後你就一直說 - 這風波導致我們的招聘的困難 - 可是你實際上你招聘的困難 - 是因為你薪水很低 - 你用合約雇員 - 就是這些問題他都不講 - 然後他一直在試圖把錯誤歸咎給那些離開的人 - 甚至是我覺得他有一點在譴責吹哨者 - OK -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就是這個樣子 - 我可能會比較悲觀的認為說 - 這個就是社會跟文化的一個習慣 - 就是對於吹哨者 - 就是不是那麼友善 - 但是我當然我不覺得說 - 我們應該去接受這件事情 - 但是難道張念群他表示說 - 現在這個馬興社的員工有EPF - 他這樣子的回應 - 他其實我相信他肯定知道說 - 你一直在監督他 - 然後也一直不斷的在 - 就是公開的這個媒體裡面 - 然後一直去檢討他的做法 - 然後我相信他也回應了 - 說他有去回應你說的這些議題 - 可能速度不夠快 - 但是有回應這件事情你覺得還是不夠嗎 - 我覺得他有一種選擇性回應的部分 - 就是說他只挑一些 - 對他有利的部分 - 我自己也是馬興社的前僱員 - 我當然知道馬興社有EPF跟SOCSO - 但是馬興社的問題就是他沒有年度挑釁 - 那沒有EPF跟SOCSO這件事情發生在哪裡呢 - 部長我告訴你 -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- 它發生在RTM - 請你去RTM - 看看RTM的中文組裡面 - 有多少人是沒有EPF跟SOCSO - 他們是拿著piecemail的這種形式 - 然後做一天工 拿一天薪水 - 然後他只聊那一塊 - 看起來比較能見得人的那一塊 - 那一塊實際上有很多問題的他又不談 - 但我必須要講啦 - 我必須要說 - 我今天要爭取的是 - 每一名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權益 - 不是單單馬興社 - 我現在就是把我自己放在這個張念群 - 你現在是張念群的P.A.是不是 - 被發現了 - 其實我是他側翼啦 - Oh my God - OK 就是 - 因為部長可能會有很多的公務要處理 - 對不對 - 他可能也有很多的政治角力跟人事的安排 - 他可能也有 - 他沒有辦法一蹴而就的去解決很多的問題 - 他可能需要多一點的時間 - 難道不能給他多一點的時間 - 要逼得這麼緊嗎 - 你知道我們小組裡面有一個協議 - 就是說一出而就這個詞用太多詞 - 現在講的人要罰款 - 真的嗎 - 要罰什麼 請示範嗎 - 我可以啊 - 因為是這樣子的啦 - 我們覺得我們當然沒有要求你一步到位 - OK - 把東西立刻做好 - 但是我覺得你在回應這些問題的時候 - 你避重就情的這種回應方式 - 本身就是一種沒有要坦然面對 - 那你不坦然面對這個問題 - 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- 對吧 - OK - 所以你至少告訴我嘛 - 我們會在三年裡面還是兩年裡面 - 我們盡可能把所有的合約雇員都變成正式員工 - 那給我們一點時間 - 至少你正視這個問題正面回答我 - 直求對決嘛 - 不要我說東你說西 - 這樣沒有意義啊 - 我比較在這件事情上面 - 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- 就是當我在看整個事情發展的時候 - 就是其實現在的官員 - 即便他是西蒙的官員 - 他們還是以一種非常父母觀的這種態度 - 就是我的位界是在這裡的 - 然後你們全部都是在這裡的 - 而不是說我們是老闆 - 他是在幫我們做事的 - 嘴上是這樣講啊 - 人民是老闆 - 但是我覺得做起來不是 - 就是他們還是以一個說 - OK我是家長 - 我怎麼做就怎麼做 - 你不要說這麼多 - 我覺得有一點這個感覺 - 但他每次衝那麼快的時候 - 其實健鴻你會拉住他的嗎 - 我... - 我們其實都會稍微的拉一拉啦 - 拉不懂啦 - 但是我們都互相的拉不住啊 - 對 我們都互相拉不住 - 你們互相拉不住彼此 - 我覺得應該也是這樣子 - 對 像例如說他每次都壓照 - 欸今天拍片 明天上片 - 哈哈哈哈 - 我就晚上熬夜要剪片 - 因為我的狀態就是 - 我會熬夜剪片 - 欸我已經剪完初剪囉 - 你明天早上睡醒的時候看一看 - 結果他就是一個會排誰的人嘛 - 她就說 - 欸你都重量我不可能不做吧 - 你可能可以看一看嗎 - 所以這個就是自媒體的速度 - 對不對 - 這個就是年輕人的速度 - 所以我覺得說 - 部長們你們要不要看一下 - 年輕人的速度是怎麼樣子 - 所以你們可能也要講 - 我們沒有收錢 - 改變要不要加快腳步 - 你們領的薪水很多耶 - 其實 - 可是我覺得張念群他自己 - 我覺得他... - 就我的觀察啦 - 因為你們知道他有在講 - 他在經營小紅薯頻道嗎 - 我不知道啊 - 張天群很努力在經營小紅薯頻道 - 還有Instagram啊 - 我看到他的各種的reels - 還有他每天跑步的照片 - 你應該很嫌惡的這種表情 - 你完全不在乎表情管理的那樣嗎 - 安民部長 - 安民部長 - 你既然有時間去跑步 - 為什麼你只給我一天 - 我們歡迎你來沒人在乎聊聊啊 - 或者我們陪你一起跑步一邊跑一邊聊 - 不行我會出來 - 哈哈哈 - 所以其實你們對於張念群也好 - 馬新社也好 - 對於團結政府 - 這段時間以來不斷不斷的監督 - 然後不斷的在節目裡面這樣子 - 不管是信心喊話也好 - 或者是指責也好 - 或各... - 你知道嗎 - 用盡各種的方式 - 你們覺得有沒有帶來一點點 - 一點點的改變其實 - 我覺得如果你要說一點點的改變的話 - 就是說 - 今天我們發了 - 今天是5月28號嘛 - 我們發了一個文告 - 然後一開始我們在想 - 到底有多少媒體會願意刊登這個文告 - 就是我們反擊張念群的 - 對 我也有收到這個文告 - 我沒有發給你 - 是 - 你有要發嗎 - 我想邀請你們到BFN財經 - 再做一次訪問啊 - 好啊好啊 - 那其實情況就是說 - 我覺得開始有中文媒體 - 願意去發我們的文告了 - 這件事情 - 那當然 - 在我們還沒有發文告之前 - 我發現好像有一些中文媒體 - 會默默的關注我的臉書 - OK - 然後去拿一些 - 我在臉書上面寫的內容這樣子 - 當然這個新聞出來了之後 - 我必須要說啦 - 我們自己的內容其實 - 底下的討論其實還是很少 - 但是當這個東西它去到主流媒體的時候 - 它下面的討論就會多了 - 就是OK - 它或許不是完全正向的討論 - 它有一些討論甚至會說 - 外國也是很多人請合約員工啊 - 為什麼合約員工是一個問題咧 - 為什麼外國沒有問題你就有問題 - 或者是說 - 他們會想說 - 為什麼你只有在 - 只敢罵張念群 - 只敢罵張念群 - 為什麼你不罵其他錢 - 就我覺得這些討論 - 它未必是完全正面的 - 或者是支持你啊 - 這種討論 - 可是我覺得當這個東西 - 開始被討論的時候 - 它就是一種價值 - OK - 對 - 而且我覺得其實改變不止一點點 - 就是我覺得其實 - 包括像張念群 - 她願意來回應馬星社的問題 - 雖然你說她去當主播啦 - 非常的這個刑事主義啦 - 或者是你覺得說她回應EPF - 只是就是 - 只是那麼一點點的 - 小小的施捨跟恩惠 - 但是我覺得她都有回應 - 而且我覺得很大程度上 - 就是因為你一直不斷 - 切而不捨的 - 一直在追這個事情 - 所以她就不得已 - 就一定要回應 -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有帶來改變的 - 我很想用我自身的經驗去跟大家分享 - 雖然我的EPF真的就只有擊敗 - 或者是總共加起來maybe兩三千 - 可是它真的是很 - 它真的是一個很practical的方式 - 從身邊去影響 - 從你的家人開始 - 從你的朋友開始 - 甚至說你可以影響其他KOL - 或者是說評論的人 - 然后他們再繼續輻射出去 - 所以每一個動作 - 至少在我的觀察裡面 - 它是真的非常有影響力的 - OK - 我覺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- 因為我的老師是 - 我叫他師父啦 - 我的師父是John Leop - OK - 然後我有一次給他吃飯的時候 - 那個時候是我剛剛離開馬行社的時候 - 然後我問了師父一句話 - 我說師父我覺得 - 我說你會不會覺得說你用盡你 - 因為他是一個很資深的媒體學者 - 我就問他說 - 你會不會覺得你用盡你一生的時間 - 在做這件事情 - 但是讀了媒體的學生 - 他可能後續就去中國報啊 - 或者是就甚至不做媒體 - 因為媒體的薪資很低嘛 - 你可能做個兩三年 - 或許你就去賣股灰彈也好 - 賣房地產也好 - 甚至去幫行動黨的人做PA - 就是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這件事情 - 他說他覺得他教出來的學生 - 就算以後只是做家庭主婦都好 - 但是如果有一天這個家庭主婦 - 他跟他的小孩一起看電視 - 他會告訴他的小孩說 - 這個資訊是不對的 - 這樣子的物化女性的資訊是不對的 - 他覺得他在做的事情都有價值 - 某個程度上面也真的是成功的啦 - 對 - 它也是有意義的啦 - 莊老師其實也是 - 現在馬來西亞的媒體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嘛 - 所以你們真的是應該要抓他來 - 對不對 - 就是來沒人在乎 - 就是到底他們那天開會開了這麼久 - 到底是在開什麼媽哥啦 - 但是我也很想問你們 - 就是其實因為你們很年輕嘛 - 然後可能也是在媒體的资历 - 可能相對我的話 - 我是老油條老屁股啦 - 所以你們的話可能就真的是 - 比較就是剛進來不久嘛 - 那會不會有人質疑你們說 - 你懂個屁啊 - 你才剛剛進來 - 然後做基層 - 然後現在就要來喊說 - 要做媒體改革 - 這些事情 - 有沒有人發出這樣子的質疑呢 - 然後我也想問說 - 你們這個沒人在乎的團隊 - 除了你們這些在檯面上的人 - 背後有沒有一些專家 - 學者在support你們 - 我懂得還蠻多的 - 我自認我是真的有去上智慧財產權 - 你確定你不是自我感覺太良好嗎 - 我相信大部分的媒體工作者 - 都沒有去上過智慧財產權的課程 - 然後除此之外我也上過很多 - 那又怎麼樣 - 你上智慧財產權 - 你上智慧財產權 - 你上智慧財產權怎麼樣 - 我舉個例子 - 我舉個例子 - 像我們這幾天在講約聘的事情 - 你知道嗎 - 約聘它應該是 - 它其實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- 像是你的工作中可能有需要一些短期的服務 - 像我有一個孕婦她需要去產假 - 那我可能需要一些約聘的短期員工 - 可是如果今天RTM或馬兴社 - 它本來就預了 - 它要在未來的好多年 - 要持續的要每週產出七天的新聞 - 所以它已經知道它的人力需求是多少 - 那它本來就不應該約聘 - 或許它可以讓第一年的時候約聘 - 作為一個保險的手段 - 可是之後就要變成長期員工 - 那我就可以從我過去工商管理的角度 - 提出這種觀點 - 那對於說媒體改革 - 或者媒體的勞權改革 - 它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- 所以跨界的工作經驗 - 對於媒體改革是非常有幫助的 - 那除此之外 - 當我們遇到一些我們不懂的東西的時候 - 我們也可以call for help - 像剛剛有提到的莊迪彭老師 - 就是一個例子 -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 - 如果你有注意到我們出來的第一支影片的話 - 其實我們找了我的兩位老師 - 除了莊迪彭還有黃國富老師 - 他們兩個都是非常資深 - 而且 - 第二支影片嗎 - 對不起 - 後來已經糾正我是第二支影片 - 就是他們兩個都是非常資深的 - 這個媒體學者啦 - 在馬來西亞來講 - 那雖然說我們不能說他們是我們的成員 - 但是因為如果我們需要幫忙 - 需要協助的話 - 他們其實都會協助我們 - 那我們的成員 - 除了我們檯面上看到的之外 -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工作比較忙 - 但偶爾會出現幫我們做一些 - 資料整理的工作的一些夥伴們 - OK - 我覺得第二個問題回答得很好 - 就是是 - 真是誰在後面支持你們 - 確實是有 - 但是第一個問題是回答很爛 - 你們就直接講說 - 啊不然怎樣 - 你們這些老屁股出來啊 - 你們覺得我們太年輕不會做是不是 - 那你們這些人在媒體夜這麼久的 - 為什麼你們都不出來做呢 - 你出來做啊 - 你來啊 - 是你自己想說 - 你來啊 - 你來啊 - 我不能說在媒體夜工作了很久的人 - 他都一定是老屁股 - 因為我自己在馬行社我就遇到非常好的上司 - 我自己告訴別人說 - 我有一些非常照顧我的上司 - 所以他讓我在馬行社工作的那幾年成長得非常好 - 那肯定有 - 但他們這些人沒有出來做 - 出來喊媒體改革這件事情嘛 - 對不對 - 其實在馬來西亞so far我真的是沒有聽到很多英文圈有 - 對 - 然後BFM的英文節目也常常訪問他們 - 但是中文圈坦白說就是莊迪彭老師 - 我聽他很常在講 - 他喊了很多年了 - 學者的身份喊了很多年 - 但是我覺得馬來西亞媒體改革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- 我覺得不管你有沒有出來喊 -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出來喊 - 你可不可以支持他 - 不要扯他後腿 - 不要一直在質疑說 - 你到底是不是為了 - 我有沒有政治一騰 - 對 或者是你是不是為了自己的流量 - 為了自己的知名度 - 是不是想用這個來引力 - 是不是 - 是不是 其實是不是 - 我個人想說啦 - 沒人在乎距離引力可能 - 我嫌嫁人的情況下 - 我可能比較容易引力 - 她的新男女生 - 你要把我規定當作是引力的方式嗎 - 那是怎麼樣 - 我的意思是說 - 首先你覺得要靠自媒體來引力這件事情 - 坦白說啦 - 如果有一天沒人在乎可以引力 - 不是我靠草這個議題換來的 - 而是我每天晚上都在剪片剪到不睡覺換來的 - 那是有一天 - 那如果你覺得說 - 我要靠這件事情找草知名度 - 那我其實也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- 就是說 - 我已經離開馬行社了 - 然後我也不在任何媒體工作的情況下 - 請問你們這些媒體改革之後的既得利益者們 - 就是如果媒體改革了之後 - 你們可以有年度挑行 - 你們可以有更有保障的情況下 - 這些東西都不會benefit到我 - 那你們何苦還來插我一刀 - 對啊 而且有傳統媒體要找你去工作 - 你還沒有答應 - 你還為了沒人在乎 - 這是inside job - 沒有答應 - 我不想要講是哪一個媒體 - 去找他去工作 - 然後他沒有答應 - 然後他想要繼續做 - 沒人在乎 -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 - 如果真的是馬來西亞的媒體改革成功的話 - 他就不會是stakeholder - 他也不是會是一個得益者 - 你為什麼要這麼雞婆 - 然後還要被人家質疑 - 我是你的話我就算了 - 你知道嗎 - 因為其實坦白說 - 很多人跑來我這邊 - 就是碎嘴 - 然後跟我說 - 你背後一定是有一個 - 怎麼樣子的agenda - 或者是什麼什麼 - 可能就是馬環有幫水給我 - 甚至有人跟我講說 - 他其實家裡就是很有錢 - 然後他是不愁吃穿的人 - 退國公主的部分 - 我覺得很多人 - 我自己也聽到很多 - 當然我覺得媒體圈 - 是一個很小的圈子 - 你不要以為你在自己的Facebook寫 - 然後屏蔽了我 - 我就看不到 - 我也被人家講過說 - 就是你吃飯要小心 - 用野食 - 怎麼樣 - 就覺得我是一個bitch - 然後就是在 - 嗯 - 破壞媒體生態等等的東西 - 但我會覺得啦 - 就是 - 嗯 - 我不知道這樣講 - 會不會太矯情 - 但是我會覺得說 - 沒有關係你偶爾矯情 - 你平常都不矯情 - 給你偶爾矯情一下 - 沒關係 - 我會覺得說我讀了 - 我的diploma - 就是在韓星念書嘛 - 我讀的是行文系 - 然後我的degree - 在世行念的 - 念的是行文系 - 然後我的master - 也在台大念的 - 念的也是行文系 - 我是一個很單純 - 全行文系出來的人 - 我從很小的時候 - 當我在參加中學辯論隊的時候 - 我就知道我自己是一個要做 - 要做記者的人 - 可是我沒有辦法在自己的國家 - 當記者這件事情 - 讓我非常的憤怒 - 我希望將來 - 我的學弟學妹們 - 或者是有志向的人 - 你在這個國家 - 你想要當記者 - 那你就當記者 - OK - 你不用因為說薪水很差 - 待遇很差 - 然後你放棄自己理想的職業 - 這件事情 - 我是希望這件事情 - 可以實現在這片土地上面 - OK - 是 而且坦白說 - 如果你現在就去當記者的話 - 可能就是吃掉你太多的時間了 - 搞不好就 - 你們沒人在乎就 - 你知道嗎 - 要倒了 - 搞不好找你當記者的那個人 - 他就是想要弄你們了 - 前面有Podcast壟斷的現象是不是 - 好啦 -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聽說 - 你們最近有一個新的計劃嘛 - 然後其實也不算新了吧 - 你們就已經在進行當中的一件事情 - 就是你們在拍一個紀錄片 - 對 - 聽說是跟性少數族群有相關的一個紀錄片 - 然後我又聽到了一些的質疑 - 就是說 - 你們是不是想要就是炒作啊 - 然後拍這樣子紀錄片 - 來就是引起社會的議論 - 因為這個很像 - 黃明志就是常常會拍一些爭議的東西嘛 - 然後也很多人質疑說黃明志其實就是 - 利用這樣子來炒知名度 - 還有像比如說金馬獎 - 新導演獎的某個得主 - 也是拍一些比較爭議的啊 - 然後就 - 當然 - 我覺得他的狀況跟黃明志不太一樣了 - 所以大家可能會從馬來西亞 - 這些衝出海外人的路径 - 去來思考說 - 你們是不是也想要循著相同的路径 - 來炒知名度 - 讓自己更加的有名 - 或者是孤名釣魚 - 一開始是有一些別的produce house - 接觸我們之後 - 我就想說 - 好像可以去找一些sponsor看看 - 可是當我去跟一些SME的老闆 - 或者是說金主聊聊的時候 - 這個質疑就直接丟到我面前 - 他們就問說 - 你是不是想要成英雄 - 個人主義 - 你們圖的到底是什麼 - 你們難道不能夠用更加溫和的方式 - 去抗爭嗎 - 所以我覺得 - 它這些東西它反映了一個我們的社會 - 就是我們可能 - 就是沒那麼喜歡激進的手段 - 當然 - 而且當你要抗爭 - 像剛剛施尼那樣 - 當他在抗爭的時候 - 有人會覺得 - 你就是一個bitch - 你只是為了自己 - 可是 - 這也是讓我覺得 -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- 可能是我們過往的抗爭還不夠多 - 我們對抗爭的經驗不足 - 所以我們對於抗爭的想像是很狹隘的 - 因為如果說你去不管是香港 - 像過去就有說 - 什麼勇武派和李飛 - 那大家到後來也不會去爭 - 到底誰對還是誰錯 - 我們本來所有的抗爭的過程中 - 就是要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 - 要有人去 - 要有人走在前面 - 那大家才會看見 - 那也要有一些非常穩定 - 而且peace的支持在後面 - 那這件事情才會成 - 而且其實我也不覺得拍攝紀錄片 - 是一個什麼很激進的手段 - 那你說 -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性少數這個議題 - 其實它是我的一個 - 我覺得它是我的一個傷口 - 為什麼呢 - 我也以為是話外音一直在旁邊 - 推波助瀾這件事情 - 我們一開始說我們要拍紀錄片的時候 - 你說我們有没有想要衝出海外 - 我們是有這個打算的 - 因為我們是要把這個紀錄片拍完之後 - 我們要拿去參加比賽 - 因為我覺得 - 這是馬來西亞很大的現實了 - 就是說你的紀錄片要被關注 - 首先你必須要在外國得到一些 - 鍍藏金回來 - 你才有辦法被關注這件事情 -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 - 我們當初想了很多的題目 - 大家都各自brainstorm了一個題目出來 - 然後我其實沒有 - 我沒有猶豫我要做什麼題目 - 因為這個題目一直是我很大的一個傷害 - 就是說 - 其實我在馬青社的時候 - 我有很常想要討論這個 - 跨性別的性工作者的這個處境的這個 - 我有這樣的發想 - 然後我也有去做這樣子的題目 - 甚至我會 - 我有一次比較明顯的經歷 - 就是說 - 我找了 - 那個跟跨性別沒關係啦 - 就是說 - 是一個 - 現代人對 - 所謂的伴侶愛情 - 那個時候大家應該還記得Sugarbrook - 這件事情鬧很大嘛 - 我就有邀請Sugarbrook的這個CEO - 就後來被抓走的那個 - 就來馬青社接受一個訪問 - 我們就來談說 - 現代人到底對情愛的觀念是什麼 - 那它跟經濟是不是可以掛鉤起來 - 它可以 - 錢跟愛情可不可以等價交換 - 就探討一下現代人的愛情觀嘛 -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開放的課題啊 - 為什麼不能聊呢 - 但是就有一個宗教師 - 他就看到了 - 因為這個人他拍了一個照片 - 就說 - 我今天接受馬青社的訪問 - 然後就放上了自己的面子書 - 然後有一個宗教師看到了之後 - 就在Twitter上面譴責說 - 馬青社作為國英媒體 - 你怎麼可以宣揚這一種 - 淫亂的這一種訊息還是什麼之類的 - 然後我的上司就有被教去問話啊 - 然後解釋 - 當然我的上司非常的保護我 - 非常荒謬 - 非常荒謬的事情 - 對 - 然後我的性少數的議題 - 就是我採訪回來了之後 - 然後我的袋子也不見掉 - 就是默默的被抵裂掉 - 對 - 對我來講 - 就是你心中的一個遺憾啦 - 對 - 你想要去把這件事情完成 - 對 我覺得我想要把這件事情完成它 -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這次非常幸運的事情是 - 我覺得整個過程裡面 - 因為我們填野了大概兩個月之後 - 我們才開始進行拍攝這一塊 - 我們真的也找到了非常好的拍攝對象 - 所以 - 對 我覺得很多事情 - 我們不是在苦民釣魚還是什麼 - 而是我們不覺得 - 我們只是不覺得把這個社會 - 本來就存在的這些群體 - 或者是現象 - 或者是說情況 - 把它掃進地毯底下 - 裝作看不到就可以了 -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這個是要成英雄的話 - 那我其實也覺得沒什麼好解釋的 - 因為你覺得讓這一些本身沒有發生權利的人 - 有一個機會為自己講話 - 然後就叫做成英雄嗎 - 我覺得這樣對他們來講也太不公平了 - 而且我覺得當初馬信社的這個邏輯是很奇怪的 - 因為你身為國營媒體 - 你其實是你的薪水還有你的資源 - 全部都是納稅人給你的 - 所以你應該要代表人民 - 就是你要去報導這個社會 - 每一個角落的發生的事情 - 在其他國家 - 在主流的這些民主國家 - 就恰恰就是國營媒體 - 會去訪問這些性少數族群他們的困境 - 對不對 可能私營媒體 - 還可能沒有什麼興趣 - 所以我覺得馬來西亞的國營媒體 - 要醒過來 - 第二件事情就是 - 我想要討論的就是說 - 即便現在坐在我旁邊的兩位 - 是真的要孤民釣獄 - 想要透過這件事情有知名度 - 有錯嗎 - 我覺得沒有錯啊 - 一點問題都沒有 - 就每個人都想要成就自己 - 是啊 - 就是自我實現啊 - 如果可以與此同時 - 賺到一些的流量 名利 - 甚至是賺到錢 - 比如說坎城影展 - 給你們一個什麼獎金 - 我覺得也是很好的啊 - 那我覺得我很想要討論這件事情 - 就是說 - 為什麼在馬來西亞 - 會有這種大家互潑髒水的文化 - 我不是說台灣沒有 - 我在台灣長大 - 我也常常會看到 - 就是大家互潑髒水 - 特別是在有競爭的時候 - 但是我也很常看到 - 協作 合作 共生共贏的這一面 - 就像我們現在 - 對 沒錯 exactly - 但是我覺得這邊的狀況 - 有一點嚴重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- 就是潑髒水的人 - 是你要幫的人 - 就是你在幫他爭取權益 - 然後他還要潑你髒水 - 你明明你在 - 在爭取的是媒體改革 - 在爭取的是媒體工作人員的福利 - 但是反而是這一些 - 你在幫他爭取 - 然後他還要潑你髒水 - 他還不信任你 - 我覺得我想要請問一下二位 - 因為你們可能是在馬來西亞長大 - 我來這邊幾年工作 - 這是我第一次來金融波工作 - 2016年到現在 - 我還是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情 - 為什麼大家會如此的仇視彼此 - 為什麼大家會如此的 - 互信基礎這麼低 - 我覺得他們不是可惡 - 他們是可憐 - 他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 - 全心全意互相對待彼此 - 而且友善的人 - 所以他們很難想像 - 真的有人是 - 心中只有善戀的 - 是這麼對待他的 - 他很難相信這是一個事實 - 所以他只好用他自己的心 - 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- 去認為他一定是比較有用心 - OK - 我自己對媒體行業裡面的觀察是 - 我覺得媒體行業裡面 - 一直都有一種 - 溫人相親的現象 - 而且很嚴重 - 你是不是很認同 - 剛我一講完你就 - 而且很嚴重 - 我是受害者 - 對 - 我覺得 - 我覺得 - 我覺得媒體行業裡面 - 研究好像剛剛Isaac講的這樣子 - 它應該要是一個百花齊放的一個現象 - 它不應該是一個互相攻擊的一個現象嗎 - 大家其實應該要多一點互相幫忙 - 然後互相的釋放善意這樣子 - 那可是你會發現 - 馬來西亞的媒體行業裡面 - 真的是為人相親的情況很嚴重 - 然後嚴重到就是 - 就算今天大家都面對 - OK 我們可能是不同的流派啦 - 那在對政治或者是對民生課題 - 甚至是對暴障的經營手法 - 有不同的想法 - 沒有關係啊 - 但是我們現在共同面對一個問題嘛 - 就我們都面對勞資的問題 - 我們都面對勞權的問題 -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這個課題上合作呢 - 相口對外啊 - 對 把這個力量集結起來呢 - 好像也沒有辦法 - 就是大家的 - 對彼此就是那種文人相親的這個 - 怨念嘛 - 已經生到 - 大家根本沒有辦法集結起來 - 這個其實也是 - 就很像那個時候 - 這個馬丁特事件剛開始的時候 - 有人採訪我的時候就問我說 - 他說你為什麼不等到 - 大家都可以跟你一起起來抗爭的時候 - 那再起來呢 - 我說我要怎麼樣等到這個時候 - 你要先搶命百歲 - 誰知道這個時候 - 什麼時候會來 - 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- 就是像過去 - 從報商開始到現在 - 你都發現了種種的 - 過去的很多經驗都告訴你 - 甚至有人 - 我們在牆外幫你爭取 - 我們在牆外幫你爭取 - 你的權益 - 你還在辦公室裡面 - 繼續幫資本主義的商家們工作 - 這些事情也不是沒有發生在馬來西亞 - 我覺得 - 所以我會覺得說 - 不要期待 - 全部人跟你一起出來抗爭的時候 - 才抗爭 - 甚至我會 - 我現在的期待其實是 - 我不知道多少人會相信 - 我是真心誠意的 - 想要為媒體工作者 - 爭取權益這件事情 - 但是我會想要說 - 如果我可以慢慢的 - 讓更多人相信我 - 甚至願意起來 - 還跟我一起抗爭的話 - 那都是一件好事 - 如果我要等大家跟我一起做 - 我才有勇氣去做的話 - 那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 - 才可以開這個頭 - 我覺得 - 也是覺得很奇怪 - 比如說我剛剛來這邊的時候 - 然後我曾經提拔的 - 或者是曾經給他機會 - 進入媒體圈的 - 這些小朋友 - 或者是有些已經是 - 不是小朋友了 - 已經是有點工作機會的 - 中年人了你知道嗎 - 他們還是會 - 就是不惜一切的 - 在背後去重傷你 - 然後當剛開始的時候 - 我會覺得說蠻受傷的 - 但是後面我就覺得 - 沒有關係啦 - 這可能就是給我們人生的一個 - 你知道嗎 - 就是成長的機會 - 講得非常的官腔 - 但是也確實是這樣子 - 但是我覺得 - 這件事情我還不會太悲觀 - 因為我相信 - 總有一天會有一些就是 - 跟我們志同道合的人 - 他會出現 - 那我在這邊也公開的 - 就是邀請 - 跟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 - 你可以出來 - 你可以一起來支持這件事情 - 你可以來當攝影 - 你可以來寫稿 - 你可以來幫我們做一點小事情 - 你要義工也好 - 或者是你覺得說你想支一點薪水 - 我覺得大家都是可以討論的嘛 - 對 我覺得我很歡迎 - 每一個人來參與 - 包括說如果你覺得 - 你是某方面的專業 - 然後你想要發表一些專業的看法 - 你也可以寫私信給我們啊 - 對 - 我們非常的歡迎各種討論 - 然後當然如果你只是覺得 - 就算你是媒體系的學生 - 然後你想要看一看 - Podcast的錄製是怎麼樣 - 我們也歡迎你來 - 歡迎你來 - 對 - 你看我從2016年 - 就是等到現在 - 我終於等到有這兩位出現 - 然後就是大家覺得 - 是比較是同一路的人 - 但我希望我們不要這麼快吵架了 - 可是我了解 - 了解要分開嗎 - 我想有一個很juicy的問題 - 因為像你多次在頻道裡面 - 都一直在輕蔑地嘲笑BBK - 而BBK他自己也在他的會員裡面 - 就是說馬來西亞也很文人相親 - 那你們都在面對這同一個問題 - 會不會其實你們是朋友 - 你是說其實我們也是在就是 - 文人相親這BBK嗎 - 我覺得BBK的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- OK - 我覺得我們對他比較批評比較多 - 就像葉施尼批評張念群一樣 - 我們是希望說你既然你是最大的一個招牌 - 然後都已經被台灣的這麼多的大的這些YouTuber - 認為說你知道馬來西亞最大的知識型網紅 - 那你就要live up to it - 對 - 我是覺得她沒有這個義務這麼做 - 我自己對她而已 - 因為現在看不開心的事情 - 她沒有義務這麼做 - 但是我們有義務一直在監督她 - 我覺得 - 這樣很好 - 是不是 - 不要再給霸凌者舞台了好不好 - 林德榮那件事情我再講一次 - 我公開再說一次 - 這件事情就是我覺得我也不怪她們 - 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缺乏媒體倫理的意識 - 我真的很想叫BBK去看我那期video -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看 - 那你應該要看 - 我覺得那件事情之後 - 她應該是知道了 - 我們對她的批評了 - 而且不只是我們也有很多人講 - 就是說 - 為什麼你可以沒有找黎天華那位記者 - 而且黎天華是得過多少獎的記者 - 然後你讓林德榮上你的節目 - 在那邊批評這個報導 - 然後把這個報導的人批到一文不值 - 然後你根本在事前 - 你也沒有去了解說 - 根本我相信她沒有了解 - 也不知道這是黎天華寫的 - 所以才會做出這麼荒謬的事情 - 所以我認為流量很重要 - 但是真的不要給霸凌者任何舞台 - 我覺得這個是媒體人至少要做到的事情 - 她要知道她的媒體的影響力 - 還有她要知道她 - 底線在哪裡 - 自己的倫理 - 底線在哪裡 - 是啊 - 好 - 其實你們節目真的是 - 罵人罵的很多啦 - 當然我們說人話也不遑多讓這樣子 - 有沒有就是一些規劃 - 就是接下來可能做多一點其他的 - 跟媒體的一些內容 - 比如說AI的應用啊 - 或者是找一些比如說 - 現在有什麼新的廣播的系統 - 然後可能是你知道嗎 - 過英媒體可以去參考的 - 其實我覺得罵要罵 - 其實我覺得罵要罵 - 但是會不會去也考慮說 - 那我們就是去找一些科技人 - 或者是一些公司 - 他可能有些好的solution - 然後你們去訪問他們 - 其實我們沒人在乎一開始 - 你會看到前面幾集 - 我們聊很多的媒體議題嗎 - 包括說 - 政治人物怎麼操控媒體 - 比如說馬來西亞的媒體 - 怎麼樣的碎片化啊 - 娛樂化啊 - 然後當然罵掌念群 - 也是我們重要的工作之一啦 - 不過這件事情 - 不可能是我們長久的工作啦 - 那我們其實我們本身就在想說 - 到底我們如果只談媒體議題的話 - 什麼時候我們總是會談完的嘛 - 那什麼時候我們要開始聊一些 - 其他的議題呢 - 或是我們這個頻道還可以做什麼 - 其他的議題 - 就是說我們開始就想說 - 是不是你做一個好媒體的ensemble - 你就是做一個好媒體的示範給大家看 - 那其實也是在告訴大家說 - 媒體可以這樣做 -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- 周選的時候 - 我們也會訪問一些政治人物啦 - 然後從一些比較不同 - 可能很多人訪 - 主流媒體訪問政治人物的角度 -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會問 - 欸你的選區怎麼樣啊 - 你的國會議席怎麼樣啊 - 那我們可能在訪問的時候 - 我們其實就會更正面的 - 會問他一些社會衝突性的問題 - 就比如說 - 欸你支持LGBT嗎 - 因為我覺得說 - 我們對政治人物很多時候 - 然後對他們的要求很低啊 - 就是欸你有沒有在社區工作啊 - 你有沒有見籃球場啊 - 你有沒有派米啊 - 你有沒有派福利啊 - 但是這些工作是你的基本要求 - 我比較想知道 - 你既然要出來選嘛 - 你可以讓我知道 - 你對民主的態度是什麼嗎 - 對不對 - 你對社會的想像是什麼 - 你對國家發展的期待是什麼 - 這一些是主流媒體很少去追問的 - 那我們接下來就會 - 用我們自己的平台 - 去追問這一些政治人物 - 那包括說 - 我們過去一年不是很常在討論 - 所謂的糧食安全的問題 - 我們很焦虑啊 - 馬來西亞沒有肌肉 - 沒有雞蛋 - 很焦虑大家 - 但是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說 - 馬來西亞是數一數二 - 糧食浪費最嚴重的國家 - 那我們怎麼樣 - 先從糧食浪費這個問題 - 先解決糧食浪費 - 再看糧食安全 - OK - 所以我們都會有很多 - 可能大家沒有辦法深入去聊的話題 - 我們會深入去聊 - 然後給你看到不同的面向 - 和主流媒體可能miss掉的一些角度 - OK - 所以這個沒人在乎 - 他就會從現在聊媒體議題 - 然後慢慢的就是演化成為 - 身為媒體人的你們 - 在乎的其他的議題 - 這個意思嗎 - 對 還有包括說 - 其他媒體可能因為流量 - 或是主題限制 - 而不敢去報導 - 或是沒有報導的課題 - 我們也可以去做 - 像LGBT的報導 - 也是一個意思 - 這樣當然啦 - 如果媒體接下來一直 - 就是通訊部接下來一直吐氣的話 - 比如說法密要做一些 - 其他的政策的話 - 奇怪的政策 - 我們可能就要緊急的 - 召大家出來 - 欸今晚吃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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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然後大家就開始要錄Podcast - 然後去攻擊這件事情 - 所以無論如何 - 搞起 - 對不起 - 批評 - 監督 - 對不起 - 我很常用錯詞 - Sorry - 但是我意思就是說 - 監督通訊部 - 依然是我們最大的 - 主要業務 - 主要業務 - 而且我覺得你們很酷耶 - 就是你們 - 除了在這個 - 這樣子的一個場景來錄音之外 - 你們還會跑去 - 媽媽當啦 - 去餐廳啦 - 然後本來你們今天也是想要 - 約我去餐廳裡面去錄影的 - 但是我因為氣管炎 - 所以我不想要找回家 - 沒有辦法跟你們這樣爬山射水 - 這麼遠 -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- 就是你們可以把你們的東西 - 就是搬到很民間的場景 - 我覺得這個很棒耶 - 因為我們其實也想說 - 如果Podcast對你們來講 -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- 很有距離感啊 - 聊這些課題很有距離感 - 特別是我們聊得很深很長的時候 - 但是大佬 - 叔叔吹水 茶色吹水都是這樣啦 - 是不是 - 對對對對 - 很棒很棒 - 然後其實接下來的周旋 - 聽說你們也是要就是熬夜 - 進羅密鼓 - 對不對 - 然後有人跟我說 - 這是準備要爆竿了 - 就是因為有人逼他逼得很緊 - 是 - 就是你是氣管員 - 她是partner管衡員 - OK - 所以就是周旋你們會有一些專題的部分 - 我們至少會訪問一些 - 我們覺得有趣的政治人物 - 或是時事評論員 - 或者是 - 當然我們也會觀察一下 - 周旋裡面的媒體報導 - 政治宣傳 - 自我的檢討一下 - 馬來西亞的在周旋裡面 - 給大家的篇幅怎麼樣啊 - 還有沒有一些煽動抹黑的 - 這些新聞出現啊 - 主要討論是什麼啊 - 或者是政治人物去上某些頻道 - 某些頻道有沒有declay啊 - 收卸了 - 好啦 - 我覺得其實沒人在乎給我的感覺 - 是非常的年輕啦 - 但是我覺得這個年輕的火力的背後呢 - 它有一個 - 其實我們覺得 -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很難想像的一個能量 - 蘊藏在裡面 - 然後我非常的期待 - 接下來你們還會做出什麼 - 然後我認為 - 其實大家可以去監督他們 - 你也可以批評 - 你們也可以質疑 - 但是在這個的同時 - 可能大家都也要扪心自問說 - 你自己又做了什麼 - 當你在批評別人的時候 - 就像你們批評張念群 - 但是你們也做了很多事情啊 - 對不對 - 你們也就是提供很多的想法 - 我們批評政府 - 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事情 - 所以在收聽節目的你 - 你想要繼續批評他們嗎 - 可以 - 但是請問你自己 - 你又做了什麼呢 - 好啦 -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 - 謝謝 - 掰掰 - 掰掰 - 不好意思